馬上五位就要準備搶答了 有答案五秒鐘之後立刻作答 第一題 來 請問MTV中的男歌手是誰 好的 陳隆或周華健 讓妳答兩個 李主妮 李茂山 李茂山 陳隆 周華健 眼神有點像嘛 看有哪一點像 我剛剛按了半天 我這是壞的 王傑 王傑 你不能把台灣歌星托獎吧 你只講三個 對別人有機會了 那是周華健 好久好久以前的一首歌 周華健 人家講過了 陳隆 是一個主持人 誰 請說 救命 你不會說是宗憲吧 不是…高高的 等一下 個子高高的 賀一航 不是… 然後很年輕 個子高高的主持人都不紅 滿帥的 何篤霖 陳小川 何篤霖 確定了如此之後 我們一起來看正確答案 答對有這個獎金了 真的嗎 愛不早說 好嗎 好嗎 來 追逐風 追逐太陽 一九八四年 推出首張專輯 最後原舞曲 當時並不受到大家的注意 直到八七年 推出第二張專輯 新的方向 周華健才聲名大噪 他爽朗的笑聲 加上清新健康的好先生形象 讓周華健有國名歌王之稱 電視度96% 周華健 周華健叫人不對 輸一個李茂山 以前三哥最有名的鴨舌帽頭 那看起來真的很像三哥 對啊 真的很像 一樣吧 但是這個我們資料有錯誤 其實他出道的時候 不是唱追逐風 追逐太陽 是他走紅的時候 他出道最早是叫做 失落的圓舞曲 不是記得有一首 八六派Skater的歌 對不對 然後那個歌還不紅 在這個民歌餐廳 我還唱在他前面 他一般是300 我一般是450 兩個都一樣小 你有不要得意嗎 對啊 怎麼會歸孝憋無尾 對啊 不好意思… 那是我們很落魄的年代 但是一般的女生 很多小女生 她們就來民歌餐廳 聽完我唱之後就離開了 後來就來一個鞋靶子進來唱 好 注意了 我們看第二題 來 4 3 2 1 請問影片中的男主角是誰 好 等一下 開玩笑 你們要清楚 他拍這支廣告的時候 是我學弟啊 我一定知道 林志穎 林志穎 在念書的時候拍的廣告 那小春那個覺得 林志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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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哪一位 來 這是林志穎十五歲時 所拍攝的第一支廣告 之後在1992年推出首張專輯 不是每個戀曲都有美好的回憶 你看當時的林志穎 是不是比現在稚嫩清純許多呢 辯識度83% 男主角 果然是林志穎 有沒有關於林志穎的八卦 總 您算是 你是以前一陣子不是去買檳榔 買檳榔 然後怎麼樣 然後被八卦記者拍下來說 偶像也吃檳榔 那他後來說 他其實是去買木瓜牛奶 檳榔跟木瓜牛奶擺在一起喔 吃檳榔才買木瓜牛奶啊 小孩子不懂吃木瓜牛奶啊 偶像不可以吃檳榔了嗎 檳榔稀稀稀 沒有沒有 他搞錯了 後來林志穎的說法 被大家所採納 他說沒有啦 因為我白天當歌星 晚上在賭場上班 幫忙買檳榔香菸 還有其他八卦嗎 這是真的嗎 那個腳 鋼丁是不是 那個賽車嘛 對 那個什麼 好像受傷 很嚴重 腳趾頭 對 像鋼丁 這個是八卦啦 這不算嗎 這個是傷亡事件 不太八卦嘛 聽說林志穎有很多女朋友嘛 有哪些呢 妳講出三位 我們就贈送名表一次 這樣不太好吧 講啦 報上有寫的就好了 報上的就那幾個 一個是李婷姨 李維維啊 李婷姨嘛 李婷姨有嗎 李婷姨要有 真的嗎 這是妳自報的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誰 李...李茂山啦 李... 妳這一集很愛李茂山耶 還有誰 還豬哥哥 還有懷疑哥哥 林心如 對... 林心如 大家搶著講耶 還有徐懷鈺啊 對...還有徐懷鈺 這是最新的嗎 對... 徐懷鈺是聽說 有人在東區看到他們走在一起 真的啊 徐懷鈺上他的車 對上他的車 徐懷鈺 奇怪我怎麼這麼八卦啊 好可惡啊 八卦好爽喔 我們最愛聽八卦了 不錯... 那既然大家講的都 不是那麼夠八卦 不夠犀利 我們錶就省下來 好不好 妳好帥喔你 真的不太夠八卦嘛 那我答對了有沒有分啊 有啦 有獎金 有獎金...